各位 可乐的 师父 踏堡的 是 就是的 抄金路上学的 人都瞎晃了 话都说不清了 他说他早晚都经过这里 昨天晚上还没发现什么 你去问一下啊 从昨天晚上天黑到今天早上 有没有人看见谁 还要您吩咐早派人问来 师傅 你看 跟那个姓谢的侦探学得挺快啊 知道为什么要记绳吗 不知道 记上绳你的脚肉 跟其他的就不一样了 给我 早给您准备好了 好 过来 叫他们收拾吧 好 夏大伙 老杨 老杨 实在抱歉啊 二马路一公计出了事故 好多商人都送到我们医院 人手不够 但我们到现在才过来 应该是我说不好意思才对 这么忙还请您过来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死者呢二十岁左右 身体健康 身体没有任何卫生 那死因呢 缺氧性窒息 应该是瓦斯中毒造成的 瓦斯中毒 你看 黏膜呈樱桃红色 是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 可是瓦斯中毒的案子 我也接触过几起 尸体表面应该也呈红色才对 很容易看出来的 是这样 一氧化碳中毒者的皮肤 是否会呈现出樱桃红色 又变化成什么程度 那是因人而异的 况且 尸体表面呢 涂得相当厚的一层白粉 脸上又化了妆 所以不是特别明显 那死亡时间呢 时间一般是在十五个小时 达到高峰 二十四小时呢 又得到缓解 这样算来应该是 昨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 还有 你看啊 尸斑集中在两肘 大腿后侧以及臀部 已经进入扩散期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他死亡的时候 和发现的时候 保持同样姿态 那您的意思是 他死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坐着死的 而且当时在手里 应该握着什么东西 对 是握了一把团扇 而且握得非常紧 我费了点力气才拔出来的 这就对了 局部静卵 那也就是说 有人先用瓦斯把它熏死 然后化了妆 最后把它摆成这个样子 放在公园里面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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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